歡迎收看小老師佩妮教數學 一樓到二樓,階梯總共十階 一樓是第0階,二樓是第10階 小民上樓時每一步可以一次跨一階或一次跨兩階 那他要上到二樓的話有幾種走法呢? 這一題會放在加法原理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跟我們上一集介紹的格子狀 有一樣的一個可以用加來加出答案的方式 那為什麼他可以用加來加出答案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根據題目的意思 我如果要上到第三階 那我的上法要不然就是從第二階一次上一階到第三階 或者我可以從第一階一次上兩階 那我從第一階一次上兩階是絕對不踩第二階的 所以他不會跟從第二階上一階的裡面有重疊 沒有,就是說從第二階跨一格跟從第一階跨兩個 兩個是不會有重疊的走法 那所以說我不管你是怎麼到第二階 就算你是這樣子上來也無所謂 只要你有到第二階乘一 你不去踩第二階 你直接不管你用什麼方式到第一階乘一加上去 所以你會發現第三階的話呢 他的走法是 我們叫這個數字叫A3 那你會發現他的走法其實就是A2加A1 也就是說第三階他的方法是這個前一階 不管你有幾種方式到前一階 跟到前前一階加起來 那我們講這個AN等於AN-1加AN-2 這樣子 那掌握到這一點之後呢 一開始地面嘛對不對 所以上到第一階的方式一定是一樣 到第二階的方式呢 你要不然從第一階一步 要不然從原地直接兩步 從平地直接兩步 所以第二階是2 那第三階就1加23 第四階就2加35 第五階就3加58 第六階就5加83 然後8加13是21 13加21是34 21加34是55 這樣幾人 2、3、4、5、6、7、8、9 最後34加55 89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89 可以嗎 他還有第二種方法 我相信有的學生他可能 第一時間想的可能不是這個 但是他會去想的到 就是說 那我可以走幾次的2階嗎 對不對 就是說我可以5個都踩2階 那就都不走1階的 我可以踩3個2階 然後這樣就踩了6階 就還剩4個1階 對不對 沒有錯 那如果他能夠把他所想的這一些 完整的條列完 那他也會得到答案 所以我們來看看 所以呢 我們上面這個是走法 這個是5乘2 0乘1 可以嗎 或者是4乘2 就是 2階的走4次 那1階的要走2次 3乘2的話就要4乘1 我們剛剛講 你走了3個2階的就佔了6階 那如果你只走了2個2階的你就還剩6階 合起來要11乘2的話就8乘1 0乘2的話就10乘1 所以有分這6類 如果你全部都是走2階的只有一種沒有問題 如果你全部走了4個2階跟2個1階呢 那你這4個2階是什麼時候踩的 原本有12345678910個位置 可是你現在呢 可以放這個 4個2階的 跟1個1階的 這個問題其實就回到這個所謂的123412 4個2和2個1排1列 你只要排出了一種 你只要排出了一種 下面就會自然對應到你該踩的哪些 格子是哪些 對不對 4個2跟2個1排1列 那這樣子是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走格子的問題 所以是4加2是6階除4階2階 就是這個4加2的6階除4階2階 那也許有的人他會想說 欸我2格的不好安排 那我不如安排1格的 那我可不可以說我其實是在10個階梯裡面 選2格來走1階 其他是2階 如果你這麼想會錯喔 因為你如果這樣想的話 這個答案會是C10取2 那依照我們剛才的寫法 他其實是C6取2 那錯在哪裡呢 就是說 因為在我們的這個情境裡 比如說你不能夠選6-8 你不能選6-8是一階的 因為這樣會導致你中間這個7也放不進去 然後你這邊剩5個也沒有辦法放 所以他不能夠說我10個裡面任意的選2個來放1階的 在這裡說明一下 也許有學生會這樣錯 OK 所以他是這個2個1跟4個2排一列 那所以像下面這個就是3個2和4個1排一列 所以他會有3加47階除3階4階 然後這個是2加68階除2階6階 然後這個是9階除8階1階 然後這個是10階除10階是1 可以嗎 那一樣就是說這個是C6取2 這是C3取3或取4 這是C8取6或取2也可以 他的結果會是 這是9 這個是15 這個7階除掉4階剩下756 再把6約掉是35 這個8階除掉6階剩下8756再除以28 好那於是一共89 我們其實介紹這一題呢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除了說他是加把原理 然後你很容易在題目裡面看到之外 然後他可以用我們前面交的另一種方式來算 其實他蠻值得交的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說我們剛才的這個寫出來的這串數字 他可是頂頂大明根 他是 費波納契蘇列 好這數學家李奧娜多費波納契他在寄給他朋友的信裡面提到的 說如果我一開始有一對兔子 這對兔子還很小 他要過一個月才會就是性成熟 那性成熟的兔子每個月都可以再生一對兔子 也就是這對兔子下一個月就會變 再生一對就變兩對了 新生出來的兔子都要長一個月才會性成熟 所以新生出來的還不會生 好那 那但是他只要成熟了他的每一個月都可以多生一對兔子 他問你我到第十個月會有幾 幾對兔子 那就是說一開始是一對 下一個應該說他其實我們以費波納契蘇列來說這個第十一項 他一開始第一對一對在這邊 然後一個月後成熟 成熟之後開始生一對 這是一加一得到的對不對 就是他去加上一個新的 那在下一個月呢 因為新生出來的還不會生 但是原有的這個已經會生了 所以他會從二去加這個原有的 有三對 在下一個月呢 新生出來的不會生 可是原本的這兩個就這一個 已經會生了 所以三會去加二 變成五 然後在下一個月新生出來的這兩個不會生 可是原本有的已經成熟了 會生 所以他的每一個月都是用前兩個月加起來 他呢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設定不要一定都是乘以一 我也可以乘 就是 後一項是前一項乘零點幾 再去加上前前一項乘幾 這樣子 他就會越來越符合我們自然界的這個 常見的生長規律 所以說菲布娜契樹列為什麼會有名呢 因為他會很容易在自然界中發現 而且呢 如果你去找前後項的比例 用這個前一項分之後一項 三分之五 五分之八 八分之十三 十三分之二十一 你會發現 越往後走他的前後項的比例會越接近所謂的黃金比例 這也就是我們在自然界中很容易看到黃金比例的另外一個原因 所以在這裡介紹給大家 有一款蜂鳴器長明花三秒短明花一秒 每次明教中會間隔兩秒 如果我一個訊號是由三十秒組成的 那這裡特別提醒 最後一聲叫完是三十秒 那請問總共可以設計出幾種訊號內容呢 這個問題你可以用兩種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它 你可以說既然你會間隔兩秒 所以我把長明變五秒 短明變三秒 因為你叫完就要停 可是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他最後一聲叫完是不停的 也就是說你要把全場改成三十二 全場叫完不停是三十秒 也就是如果全場叫完 最後一聲叫完也停兩秒那是三十二 那這個射長明 XX短明Y次 射長明XX短明Y次 然後呢 你就會得到5XX 加3Y 有兩個位之數 只有一條方程式 本來是解不出來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XY是整數 必須是正整數 所以我反而可以討論它 那我們去找到一個 可能成功的數字 比如說是 九三七十二 九三二十七 還差五個剛好這裡是一 對不對 所以這個長 長一短九 然後我XX每加3 其實整個左側就會加15 Y-5的話就會剛好把這個加15抵掉 所以XX加3Y-5 所以下一個是長四短四 那在下一個就會變成是 長七短負一就不行 所以 就這兩種 這兩類 那如果是長一短九 就像上面這裡討論的 所以長一短九它會產生的就是 十接除以一接九接 這是十 如果是長四短四的話 是八接除以四接四接 這個是 八接除四接 剩下八七六 四接是二十四 所以是七十 所以合起來是八十 這就是這題的答案 可以嗎? 那這題有第二個想法啦 你也可以說我不要改 我就是長明一生 花三秒 短明一生花一秒 我還有中間間隔 所以我設長明 XX 短明 Y次 則 這個是方法二 則 間隔有 X加Y減一次 那你就會得到 3X加Y加 兩倍的X加Y減1 會等於三十 於是你就會得到 5X加Y 等於三十 也是這樣子 後面就同樣的動作 做了 可以嗎? 所以這就是這個問題 那我們在這裡呢 為大家準備了一些作業 這個我應該不會在影片裡面講 但是會把它寫出來 放在這個 說相簿或者 FB的相簿 或者是 IG上面 那這個以前大考也考過啦 所以大家可以做做看 那我們這兩顆上到這裡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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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